你吃的蛋炒饭可能压根不是人炒的 这是一台由日本中景机械最新研发的自动炒饭机 只需按照操作提示倒入食材 不出十分钟就能炒完100分蛋炒饭 客人吃完了还纷纷点赞 店里的大厨前几天还跟他进行一场炒饭比赛 然后就再也没来上过班 具体的比赛过程 我放在最后作为彩蛋供各位观看 我们先来观赏眼前这一锅先进的全自动蛋炒饭 此时金黄色的蛋液已经凝结 刚加入的白米饭尚未搅散 铁锅上方有三把不同尺寸的铁铲 在各自的轨道上公转 而锅体的旋转方向则与铁铲相反 两者依靠相强运动的作用力将米饭铲了起来 达到翻炒的效果 过一会儿米饭已均匀地裹上了金黄色的鸡蛋 此时工作人员往锅里倒入一盆火腿丁 识别到人员的炒饭机自动放慢了运转速度 方便工作人员更为准确地投入食材与调味料 等到人员远离后才继续正常运转 炙热的锅底为烹饪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准火力 令炒饭散发出扑鼻的香气 而这都要归功于铁锅底部的H加热技术 通过底部大链剂的电磁线圈产生磁场 使锅底均匀发热 从根本上不绝了米饭受热不均的情况 在工作人员往铁锅里加入一盆葱丝之后 机器便进入了最终的翻炒阶段 一缕缕浓郁的烟火气迎面袭来 翠绿的棕丝点缀了新的色彩 也成就了炒饭的最终形态 随着机器发出一阵提示音 一百份炒饭宣告完成 工作人员操作一旁的按钮将铁铲开起 同时缓缓清洁铁锅 令炒饭顺势滑落 这一大波热气腾腾的炒饭仅仅是看着 就能唤起满满的幸福感 金黄油亮且充满稻香 令人仿佛置身于秋日的田野 内心洋溢起丰收的喜悦 工作人员小心翼地将炒饭装入餐盒里 在波动的过程中 无比松软的炒饭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气 或许它不及人工蒙火翻炒的锅气 但锅气的逗留时间极短 菜品微凉便已消散 而稳定的出品与极高的工作效率 则是人力无法触及的理由 也是在确保食材品质的前提下 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的唯一方法 一旦食材有了保证 再加上自动化程序的精准操控 炒饭的口感就不会输给一般的大厨 而这台机器员不知炒饭那么简单 工作人员写下铁铲 换上一堆搅拌桨 把它们调食到贴合锅底的高度 然后设定好程序就能自动炒菜了 工作人员先往锅里倒入一盘肉片 在触碰到热油的瞬间 锅底传出激烈的声响 不断旋转地搅拌桨 把堆叠的肉片逐渐划散 继续加入一小杯胡椒粉 去除肉的腥味 肥瘦相间的肉片 在炙热的锅底上 进行着诱人的美拉德反应 肉片的表面逐渐呈现出焦黄 空气中泥满着肉香 待到肉片完全变色后 便可加入翠绿的卷心菜 与爽口的豆芽菜 炙热的铁锅 使得蔬菜内部的水分 迅速蒸发成阵阵水雾 向周围飘散 如果说细小的米粒 是铁产的专属领域 那这对贴合锅底 不断旋转的搅拌桨 则更适合翻炒正常体积的食材 它的运动轨迹都处在底平面上 没有上升与下落的过程 不会浪费一点动能 像上插着的碳温针 还能够实时掌握锅内的温度 便于机器控制火力 锅边设有两块挡板 随着铁锅的旋转 即可把超出范围的食材向中间归融 设计的相当巧妙 当熟悉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时 一道翠绿油亮的蔬菜炒肉片 便呈现在眼前 短短几分钟 百人份的配菜就已完成烹饪 精准的火候 使得肉片鲜嫩有弹劲 蔬菜多汁有脆劲 浓郁的香气令人垂涎于低 工作人员将配菜盛入餐盒中备用 然后用起锅热油 直接倒入两大盆蒸过的面条进行翻炒 这属于体积庞大 还极一年连成坨 导致糊锅的面食 对于翻炒的速度 力度 以及火候的掌控 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如果单纯依靠人力 一百分炒面 需要处施一个不停地炒上一整天 不光非是费力 而且口感还不同 而眼前这台机器 却显得毫无压力 面条被搅拌酱迅速划散 完全没有时间粘连成团 工作人员把先前炒好的蔬菜肉片 加到锅里一顶翻炒 这便是经典的日式炒面 它已经在日本流行了近百年 家家户户都会做 而每一家的味道都会有些许不同 秘诀就在这炒面的酱汁里 浓稠黑亮的酱汁会以酱油 蚝油以及番茄酱打底 然后根据各家口味 加入独特的调味料 形成与众不同的味道 经过高温烹饪后 酱汁会发生焦化反应 从而产生含有焦香气味的浓郁酱香 这便是锅器的由来 带到每根面条都裹满浓郁的酱汁 一百分日式炒面就做好了 令人惊讶的是 如此提亮的烹饪 竟能做到口感口味高度统一 尽量的酱汁 均匀地覆盖在每一份食材上 入口咸甜浓郁 爽滑劲道 完全无法想象 这样的美味 竟出自一台机器 最后为大家奉上人机炒饭大赛的场面 一边是用尽浑身解数 以最快的速度炒出一锅炒饭的大厨 这一锅相当于九人份的量 另一边则是优贤的工作人员 把一百人份的食材和调料 倒入炒饭机后 便开始无所事事的观望 而大厨这边 却忙得满头大汗 不过他仍然依靠着过瘾的厨物 直接追平了炒饭机的烹饪速度 最终在相同时间内 大厨制作了九分炒饭 而机器制作了一百分炒饭 结果显而易见 大厨还亲自品尝了机器烹饪的炒饭 最终才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心服口服 这边呢 这是最终的工作者 这边